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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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新成語動畫囊的事件 今天跟大家說3個成語 都是說變化不定的成語 第一個是出義反義 第二個是朝三暮四 朝三暮四這個成語 大家可能聽得比較熟悉 第三個就是朝巡無楚 這三個成語有什麼分別? 其實很簡單 一個字講完,非常淺 在講之前要跟大家講一下這三個字的共通點 這三個成語都是講變化不定 當然典故來源也有些不同 舉個例子,朝三無四 朝三無四本身是講養猴的人 早上就給那些猴子是三星的象徵去吃 晚上就給那些猴子,朝三無四 那些猴子就很不滿 那些猴子就很不滿,那些猴子就很開心 其實數量就沒有變,是三、四、四、三 但那些猴子就覺得很開心,感覺就好很多 這個成語中,開題是講一些欺詐、騙人、哄那些猴子 我忍著他們回答 最後形容那些人變化不定 有時四、有時三、有時三、有時四 朝三無四其實是這樣來的 朝旬無坐的意思都是很簡單和直接的 早上在秦國,晚上就去楚國,去另一個國家 秦和坐在古代來說是兩個國家 兩個國家的時候,地理位置也有一個距離 但是古代的時候朝旬無坐 早上這個地方,晚上在這個地方,去這個地方 比喻一個人變化不定 也是這個意思 出而反而,本身的意思是 你怎樣對人,別人怎樣對你 引申出來說過的東西就不算數 所以是變化不定的意思 似乎三個成語都是說反覆不定的 但實際上的區別在哪裡呢? 今天就教大家了 就是朝旬無坐是說依附一些能力上的問題 我們通常是依附的 朝旬無坐,你日後好像依靠秦國 晚上就依靠楚國,投靠人家 所以是說依附一些不同的能力 我們通常會用朝旬無坐 但如果剛才我們說朝三無四 通常我們說是心意上、行動上的變化不定 我們說是朝三無四 看例就容易明白了 舉個例子 我們說他向來行小果斷 不是一個朝三無四的人 沒有再冤枉他 我們說他的心意上、行為上的變化不定 所以我們說他不是一個朝三無四的人 但如果你要說朝旬無坐的例句就是這一句 我們這種廠商仔 夾在兩個大公司中間 為了求生存 你千萬不要怪我們朝旬無坐 為什麼呢?因為他依附不同的勢力 所以沒辦法 依附對象時有些反覆不定 至於出意反意 你都明白了 重點在哪裡呢? 在說話上面 通常我們在言語上說你有沒有出意反意 你做人 說得出做不到的 這個反覆不定偏重在你食言 你沒有遵從你的承諾 所以三個成語都是 雖然表面上意思一樣 但質重點有點分別 今天一集到這裡 拜拜